如果有时间冲突不能来的家长 我们之后都会发送这个回放还有PPT的 好嘞 那差不多时间 那我们就正式开始 那各位家长大家好 非常非常感谢 大家来参加咱们这个芝加哥各个学区 他们的数学进度 还有一个分班政策的一个介绍讲座 那么其实之前几次讲座呢 都跟家长介绍了一些 芝加哥的私立学校的对比 私立高中的对比 还有一些公立高中的对比 那么其中我们经常提到的一个点 是关于在高中的一些课程设置 包括学校有多少门AP 开设了怎么样的Honor课程 然后开设了就是说怎么样的 就是大学level的一些数学课程 那么其实很多家长 其实对于怎么样能够去参加到这些课程 以及什么样的孩子会选择去参加这些课程 以及为什么要参加这种高难度课程 可能整体的还不是非常了解 那也包括我们之前其实团队 另外的一个小伙伴做过一个讲座 就是针对于本次大学申请的情况 然后来做一个九年级的规划 非常推荐那个讲座 就如果大家需要回放的话 都可以来加我的微信 然后我们会把回放分享给大家 那我其中提到了包括一些孩子 考上前Top30这些学校的比如说八到十门AP 那这样子的AP课程的一些安排 那其实都是跟咱们小学和初中 这个数学的进度是息息相关的 那所以今天的讲座呢 其实就是给大家再分享一下 在芝加哥不同学区 大家的一个各个学区对于孩子的一个数学进度的安排 那其实也是可以更好的让家长了解到自己的学区 去提供了怎么样的资源 以及需要做到怎么样的一个规划和准备 那其实啊 觉得大部分的家长应该对我已经有比较 就是应该比较知道我 那我是一个在Think Academy 我是个叫二年级的一个老师 然后同时呢 我是负责芝加哥的一些学区和学校的一些调研 然后来整理一些学校的信息来分享给大家 那虽然其实我教的比较多的就是竞赛的 就是低年级竞赛的一个内容 但是我们今天呢 其实就不讲不太讲竞赛 我们就讲校内的数学的这个进度 对 那因为今天其实很多还是小娃的家长 我在后台看到 甚至有特别多 特别多的一些就是pre-k pre-k孩子一些家长 那我们今天讲座还是分成三个部分 那第一个部分还是在跟大家介绍一下 美国公立学校它整体的一个数学进度 其实也是在帮大家来避避雷 然后第二方面呢 就是我会跟大家比较细节的介绍一下 这几个学区 它的一个天才班 它的一个数学快班 以及它的小深处 它不同的分班政策 这个路径的一个介绍 我们会从西郊开始 然后慢慢到北郊 然后最后会介绍一下这个CPS 然后最后呢 就是说根据不同年龄段的孩子 我想给孩子提供一些建议 以及有一个小小的福利 会在讲座的最后 那我们先进入到第一趴 就因为还有比较多小玩的家长 可能尤其是对于初中高中阶段 咱们的数学课程还不是非常了解的 那么其实在美国的公立学校 它的K到八年级都会上的一个课程 叫做Common Core 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进行任何超前的话 它就是在上Common Core 那Common Core它其实是当时的一个政策 就是No Child Left Behind 它设置的目的其实是为了让所有孩子能够pass 那所以说这个进度 很多大家很多家长可能自己有些感知 就如果跟着学校的进度的话 比如说啊 整个一年级在Common Core对于孩子的要求 就是20以内的加减法 甚至都不需要用心算 就是甚至你掰手指头能算出来也行 它整体进度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慢的啊 然后进入到高中之后G9第一年会学Algebra1代数1 G10学Geometry 然后G11学Algebra2 那我们家长如果以前不了解的话 可以稍微记一下这个顺序 因为这想做的后半部分会一直提到啊 这三门课的这样的一个进度 那但是呢 就是我可以稍微保守一点的说 就是啊 就如果除非你是就现在下定决心啊 我之后不会涉及到任何跟STEM 任何相关的一些专业或者是学习的一个路径的话 那对于大部分的孩子来说 按照完全按照这样的进度的话 是完全的没有竞争力 或者完全不够的 那是其实是比较保守的 这样去说 啊 那么为什么呢 我们稍微少小小的跳跃一下 来看一下 哎 跳到一个高中生大学时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一个指标 很多家长可能还不是非常了解的 那我举个例子哈 每个大学其实都官方公布了这几个啊 录取学生那个偏好 里面包括是否重视学生GPA呀 然后你的class rank呀 还有你的application essay呀 这里面是very important important 或者consider 或者是not consider 每个大学的录取偏好不一样 但是呢 基本上所有大学都会把它标为very important 其中一项是什么 叫rigger of secondary school record 就是说你的学术挑战度 什么叫学术挑战度呢 就是你是否有没有上难的课程 就是你上的课程是否足够的挑战 那可以看得出 他说高中 他的课程的学术rigger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这也就意味着 就是说如果啊 我只想要GPA啊 我只想要高GPA 然后我想去上非常简单的课 那这个是不make sense的 因为rigger才是更重要的 他会看你这个啊选课的这样的一个难度 那其实呢 那GPA也是可以体现你的academic rigor的 像我们之前讲座提到的啊 像Stevenson啊 Nicravelli啊 或者是啊 像Payton啊 他们都会提供像weighted GPA 啊 什么意思呢 就是比如说AP课程 它是最难的 它不会是四分的总分 它的GPA是五分 啊 GPA的满分是五分啊 然后比如说honor课程 honor课程 它的GPA也会比四分多一点 比如说4.5分 每个学校稍微有不一样 但是大部分学校都会提供这样的一个weighted GPA 所以说你的课程难度是会影响到啊 你这个weighted GPA的一个分数的 那所以说呢 我会建议大家在高中的时候 就是要在能力范围内尽可能选男的课 但是这个大家不要觉得说 哎 我为了升一个大学 我一定要就是为了impress这个招生官 我去选男的课 那其实逻辑应该不是这样的 是因为孩子喜欢这个课 或者是就是孩子擅长这个课 我上着上着就坚持这门课的话 它就是自然而难学得更难 就是大家应该就应该是这样的一个 一个这样的逻辑 但是呢 总而言之 这个aclemic rigor 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那么啊 其实 如果说小空需要在高中的时候 学到一个ap课程 我直接放这张图 可能对于很多小外加长来说 还是有点比较confusing 那怎么看呢 像比如说像math课程 他像数学课程 他在很多孩子会考考这个ap calculus bc嘛 他并不是说 哎我上初中 我要考我要考ap 我就可以在九年级的时候 我就直接去上这个的 他都是要求把基本课程 基础课程全部都上完的 那如果我需要在十一年级 啊 考ap呢 上ap考ap啊 然后在十二年级申请的时候 能够递交这个成绩的话 这就意味着 我在九年级必须要把algebra 2上完 然后在十年级上完pre calculus 那所以先给大家一个结论 就是呢 强烈建议 九年级一定要开始algebra 2的学习 也就是说八年级 咱们必须要学完啊 geometry的课程 否则ap学习的周期非常短 然后孩子的选课是非常非常被动的 那么最理想的情况 也就是说如果孩子想要在stem stem课程有更深的发展 然后大家目标更高的话 那最理想的情况 其实是在高中之前就学完了algebra 2 但是我们今天主要的一个分界点 我们还是看这个就是啊 在geometry 在八年级学完geometry的这一个track 那我简单的对比一下这两个进度哈 左边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就是不任何加速的一个课程 以及右边的是 如果只要在你想要在啊 在高中学到ap课程 你至少要达到这样的进度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差距其实是两年 但是the good thing 就是好试试 其实很多的学区哈 都提供了八年级 能够学完geometry的这样的一个fast track 那我们接下去就会一个学区 一个学区来看看 其实每个学区它的政策 真的还挺不一样的 然后其实我整个在做调研的时候 也觉得也非常有意思 因为很多弯曲这边的一些功效 弯曲这边的功效 大部分可能是四年五年级 五年级或者六年级 就是做一个placement test 然后把孩子分到不同的track 但是在感觉在芝加哥很多时候 很多的学区哈 就感觉是更成体系的一些分班 那我们先从Naperville开始讲 那么先说一下 Naperville的203学区 不好意思 对203学区 简单的来说 三种类型的快班 第一个叫做 Orner Math 就是一个数学快班 第二个叫做Project Idea 它可以认为是一个 文科的创新班 然后还有个叫Project Idea Plus 它其实是一个数学和文科班的 一个结合的一个天才班的一个性质 那跟数学进度相关的是这两个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班型中 孩子进入到初中之后 他的数学的学习路径是怎么样的 那Honor Math 就是我们说的数学快班 实际上就是比regular Math要快一年 就是在G8的时候 可以学到Algebra 1 但是还是无法达到咱们说的 我们至少要学到Geometry 但是在Project Idea这个路径 这个班型 它是可以在八年级 学到Geometry的 那么更细节来了解一下 怎么进入到Honor Math和Project Idea Plus Project Idea Plus 那首先Honor Math 它的形式 就是在把这些孩子聚集起来 然后在常规的数学课 然后有个Pull Out Session 然后它其实是从三年级就开始了 很有意思的一点是 它需要看一二三四 四个成绩 然后形成这样的一个matrix 它需要看Map成绩 需要看Kogate的成绩 需要看IOR的成绩 然后需要看Placement Test的一个成绩 然后每个成绩 它会换算成这几个point 然后你需要积累这个十分 然后就能进入到Honor Math 所以举个例子 就Map大概考到比如说96分 96% Kogate比如说92 Iowa 93到95 这样子这样的一个区间 总的来说这样的一个区间 加上一个老师的评价 这样的话就进入到Honor Math 那总的来说 这个快一年的进度 那实际上是不难的 应该说不是非常挑战的 这样的一个进度 但是呢 就是Project Plus Project Idea Plus 快两年的这个进度 它是从四年级开始 所有科目就这样进行一个加深 它不是一个数学单科的 然后它会把这些孩子给 它会把这些孩子给单独 单独放在这个Magic Glen Elementary 然后就是初中的孩子会在 Kennedy Junior High这个学校 然后它需要同时满足Honor Math 就是数学快班 Project Idea 就是这个文科的创进班 两者的要求 以及一些附加要求 那附加要求 就我感觉还是蛮高的一个要求 它需要在Honor Math 它需要Kogate 考到至少一门考到132分 两门考到129分 那其实考到129分其实还不够 它Matrix要积5分 大家看一下 如果我要积累到5分的话 就基本上Kogate 每一个单项都需要考到132分以上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要求蛮高的 就是一个对Kogate的成绩 对 那确实我问了一下 这个学区大概是只有5%的孩子 是在这一个track的 那但是呢 G8年级学到Geometry的孩子 其实不止5% 这是因为203 其实它是可以让孩子 在5到7年级申请一个单科跳级的 比如说 我在Honor Math 但是我因为文科可能比较弱一下 就没有能够进入到Project Idea Plus 那我觉得我现在一年 一年加快不太够 那我还是可以申请这个单科的跳级 然后在Honor Math 然后再快一年 那所以说在203 你要在Geometry 8年级学完Geometry 两种路径 第一种 进入到Project Idea Plus 5%的孩子要求比较高的 第二种进入到Honor Math 然后在G5的时候 申请这个单科跳级 然后来进行一个Placement 对这是一个203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它隔壁的 204学区 204学区就两种 第一种Accelerated Math 这个和技巧刚才我们说的 就是名字不一样 Honor Math其实非常像 就是数学超前一年 数学的快班 第二个 它有一个天才般兴致的 叫做Project Arrow 然后Project Arrow是怎么样的呢 它其实G3到G5 它不是在这个项目本身 它不设计数学的超前 但是它更多的是一些英语文学 或者是思维拓展一些内容 但是到G6 G8 在这个 在这个里边的孩子 它会分成Math Strand和Reading Strand 然后如果孩子是在Math Strand的话 它是可以进行超前两年的学习的 那是这样的 但是大家可能疑惑说 好像G3到G5没有超前 G6到G8一下子超前 这个是因为 这两个班型的关系是 所有在 基本上所有在Project Arrow的孩子 都在Accelerated Math 它的人数差不多 我不知道学区总的一个情况 但是我有一个孩子跟我说的是 在他们学校差不多有25%的孩子 都在Project Arrow 然后差不多是一半的孩子在Accelerated Math 他们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那所以很多孩子的一个路径 可能是G3到G8 可能在Accelerated Math 在Project Arrow 学一些思维拓展 同时也在Accelerated Math 然后在G6到G8 G6开始超前两年 就是这样的一个途径 那它的进入要求呢 总的来说 这两者的一个快班进入 我觉得是204要比203稍微简单一些的 203204 它的要求就是二年级 以及部分的三到五年级的孩子 做一个Placement Test 然后Placement Test 它的考察逻辑就是很简单 就比如说我二年级 想要在三年级超速学 那我就在二年级 需要考察三年级的内容 我需要已经掌握三年级的内容 这样就能在三年级的时候 进入到四年级的内容进行学习 然后呢 同时也在五年级的时候 可以去看看能不能考进 这个Project Arrow Math Strength 这样就可以超前两年 然后Project Arrow 这个Program的孩子 他是这样的 就是三到五年级 他每个学校 每个小学都有一个专门教 这个天才班的一个老师 专门的一位老师 然后每周都会有三到四阶的 一个Pull Out Session 然后他的选拔是通过 二年级和五年级的一月份 靠Cogate和Iowa 然后他的要求 差不多是考到95%以上 加上一个老师推荐 所以我觉得这个分数的要求 相比较于203的Project Idea Plus 还是要稍微降低一下的 那因此这个 在这个Project Arrow的孩子 能占到25%左右 所以人数也是更多一些的 对 然后其实这两个的路径 其实是差不多 就是Accelerator 它是快一年 然后Project Arrow 它是快两年 这样的一个进度 对 这个是之前总结的一个表 因为我觉得204 可能稍微confusing 这两个 这两个Trak的一个关系 所以稍微的总结一下 对 然后差不多 Accelerator Math 一半的孩子 然后四分之一的孩子 在Project Arrow 那所以Naperville的两个学区 又就总结一下 203 想要八年级学玩玩Geometry 两种 第一种进入Project Idea Plus 要求比较高的这个Trak 然后第二个 Honor Math 先是超前一年 然后G6开始申请 数学单科超前 然后204 像两种方式 第一种Project Arrow 然后第二种 先进入到Accelerator Math 然后G6进入Project Arrow的Math Strand 来超前两年 就是这样的一个逻辑 所以总的来说 204要比203 稍微的 就是占比应该多一些 好嘞 那我们接下去 然后稍微往多边说一下 就是说一下Hinsdale Hinsdale 那Hinsdale181 其实是我个人认为 它整个分班政策 是做的比较 就是非常清晰 然后也是非常扎实的 一个学区 它整个来说 就是从G3开始 每个年级就分成三个level on level 就是不超前 advanced level 超一年 和accelerated 快两年 我们来看一下 它这个进度 就是从advanced开始 advanced 超一年 怎么超 就是在三年级的时候 本身大家是要学三年级的 对吧 然后它就复习三年级 然后学四年级 同理 四年级的时候 它复习四年级 学五年级 然后如果是超两年的话 你三年级的时候 复习四年级 学五年级 有这样的一个 这是小学阶段的 然后同样到初中阶段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accelerated math 这可以在八年级 学到geometry的 然后还有一个到初中 叫outliers 这也是说明 但当然是非常非常少 一部分的孩子了 但是也是说明 在hinsdale 如果孩子学的一个 足够超前的话 或者是孩子确实非常有潜力 能够快速吸收一些新知识的话 它是可以提供更快的一个track的 当然这个人应该是比较少的 这是hinsdale 那怎么进入呢 同样的 我觉得标准也是 就是不是很难 叫advanced 快一年 他明确的给出了 每一次map成绩 他所需要的一个标准 他比如说在map 比如说在map 他秋季 秋季181和 不是 他在秋季 需要考到187 然后冬季考到多少 map 然后春季需要考到多少 然后这个成绩 大概是个80%到85的一个成绩 他其实 要求这不是非常非常的高 然后他也比较人性化 就是满足其中的两次就可以了 他就有一次可以是不满足的 但是他要求就是学习考试平均85分以上 以及他会有一个暑期课程 但是在advanced level 他的暑期课程是optional的 你可以自己来做一些homework 然后来通过考试 他是一个用暑期的时间来补足一些知识点 然后accelerated 就是我们说的快两年的这个track 可以看得出他map的要求 还是高满足的 基本上都是要求99%了 以及学区考试 平均90%以上 然后这时候 他的暑期的bridge课程 就是必须要上的 以及需要满足 通过一个考试 来上 但是181有一个非常好的点 是他有个非常完善的appear制度 比如说我有哪一项没有满足 没有长大数 我就是84分 他有一个非常完善的 或者你可以通过其他考试 比如说cogate 需要考到多少分来证明 你可以超前学的这个能力 所以这个不是一个硬指标 还有非常完善的这样的一个制度 然后他也在官网上非常明确的写了 你需要在 如果你超前学的话 你需要再维持多少的成绩 否则可能会被降级 所以整个体系 我个人觉得是比较完整 然后大家可以稍微猜一下 我知道的那个学校 我一个孩子 就是dialthink的一个孩子 他现在是四年级的一个孩子 他跟我讲accelerated快两年 这大概有百分之多少的学生 他其实他心里可能有个数据 因为刚才我们可能说的 就是他有大概百分之三十的孩子 都在accelerated 快两年的这个track 所以我大概的感知 感知是我觉得Hinsdale 他这个学区尽可能的 还是给很多孩子提供一些机会 能够让他们去尝试 更加挑战的一些课程 对这个是Hinsdale181的一个情况 然后 然后我们来说一下 就是我们这里会提到MAP考试 以及在我们之后说的一些学区 我们都会不断的提到这个考试 很多学区都是用这个考试来作为一个分班的 一个政策的 我们稍微来理解一下这个考试 它本质上是一个进度的一个测试 也就是说他考察的是 他考察的是他 就比如说他是个自适应的体系 他做对了这道题 后move到下一道题的时候 他会变得更难 所以直到你也就是做不出那种那种感觉 那所以说比如说哈 在accelerated 要进入accelerated 他的winter的MAP成绩 对二年级的孩子来说 需要考到211分 它什么概念呢 我们这样的简单的一个对照表 但是这个每年都是有一些波动 一些变化 我们就仅做一个参考 那二年级的on level 就是你达到二年级的这个level 差不多是这个分数段 对 那肯定是要超出这个的 那超出多少呢 差不多是在四年级的on level的这个阶段 那其实非常make sense 就是你需要再跳两年 你需要跨两年 那就是需要你自己能学会这一些知识 然后才能让你去跳超前两年 这样的一个逻辑 对 然后我们来说到103学区 我觉得后台看到他设版着比较多103的家长 103他最大一个特点是他从k年级就开始了很多数学的enrichment enrichment我觉得他还是比较引以为豪的一个项目 然后他在enrichment他虽然说enrichment他理论上应该是on level 就是在这个grade level上然后做一些拓展的练习 但是不是仅仅的一个超前嘛 但是其实我听家长说 比如说三四年级的enrichment 他如果是在比较high level的enrichment 他讲的还是蛮深的蛮难的 就比如说四年级我听家长说 有一节enrichment开始讲杨灰三角 那那对 然后他因为enrichment的分成不同的level 然后有时候是一周一天的 有时候有些孩子一周两天一周三天的都有 那但是呢我觉得1003可能老师的推荐是占一个还比较相对比较大的一个比重 然后至少他也没有公布他怎么分孩子的这样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分数线的标准 但是他enrichment他是从k年级就有有这样的一个课程 然后还有一个其实我发现很多103家长 或者是在用acceleration的可能并不是很多 但是他其实是有这个制度的 但还是可以申请一个单科的acceleration 单科的一个跳级需要在学区已经enroll的六个月了 然后看的是map成绩和cogate的成绩 然后他会有一个整一个study group 就是包括你这个年级的老师下一个年级的老师 然后就是专门叫gifted的老师 然后叫enrichment的老师 然后大家来聚在一块 然后来判断一下孩子是否能够进行一个单科跳级 但其实觉得很多可能很多103的家长没有用这个 但是他是有这样的一个制度的 然后呢在初中阶段还是比较经典的三个pathway pathway一他就是一个common core的一个进度 不带任何的超前 然后pathway two 他是在八年级学完algebra one pathway three 他是可以在八年级学完geometry 他是通过五年级春季的map成绩来决定你六年级的这个placement的 对 对 然后呃其实103他应该是还有一个表外的一个track的呃 他是一部分五年级孩子他会直接去到初中 但是他没有公布具体的一个criteria呃 基本上是要我知道是要看map成绩要看四年级考的是cogate的成绩 因为呃因为在103是二年级四年级和六年级考cogate cogate的成绩 然后还有两项测试我问了一下是我问了一打电话问了一下 他们说是一个reasoning ability就类似于有点像那种能力测试啊啊 就是有点像iq测试的那种感觉 但是具体的呃非常specific的内容还不太清楚 但是那一个应该是非常少的量的可能在一个表外的一个track 他肯定以一个更快的速度来进行学习 然后呢我们说到边上的一个96学期 96学期其实我觉得他一个比较大的特点是比较灵活啊呃 就是一年级到五年级他从一年级开始他就可以申请啊 啊跳级呃他可以跳一年或者最多跳两年 嗯然后我我有一个孩子就是thinker一个孩子 他是三年级他跟我讲的是他是在上学校里五年级的一个内容 然后他是从一年级就开始超前了两年来进行学习的啊 这个是一个呃比较灵活的一个在单科跳级的一个制度 是需要看map成绩的和一个placement的评估呃 但是需要每年的春季家长在五月一号之前进行一个申请 然后呢统一的在六年级大家都会进行一个placement呃 就是来进行初中的一个分班 然后初中分班怎么分 除了比较常规的map考试 和老师的评价这个checklist老师的一个tracklist他还有两个performance task啊 啊分别在二月和四月那二月的这个应该是给孩子看一个video lesson 一个视频课然后让小朋友去做一个一个performance一个一个企业 然后四月份也是让他们去做一个task然后要show your steps呃这种类型的啊 大概的就是希望小朋友看小朋友能不能快速呃接收新知识的一个能力 然后同样的有这样的一个matrix 然后每个呃每个task都会进行 每个task都会进行啊积分 然后他如果十七分级以下的话 会进入到这个track叫prealgebra survey 还有个18分以上会进入到prealgebra 然后这两个track我们可以看一下哈啊prealgebra survey 他就是能在八年级学到algebra one 啊然后啊prealgebra就是可以在八年级学到geometry 其实就这两个track他只放出来这两个track 那可能有非常非常少可能会有非常非常少一部分的孩子 可能还是在on level啊这种但总的来说大部分孩子应该是在这两个track 所以至少超前一年或者超前两年呃 但是他有个好处是呃我觉得 他比较灵活的一点是他每年都会有个screening呃就比如说像呃 孩子目前在这个track呃他是一个相对来说就是快一年的一个track 他每年的fall啊winter和sprey的map成绩都可以用来把孩子给调整到这个track 就是开学prealgebra然后以及孩子在prealgebra也就是秋季开学的时候 他的那一次map可以用来啊决定孩子是否能够进入accelerate到这个algebra one的这个track 然后也是bridge to algebra这个课程也是可以用呃秋季的这个课程呃秋季的这个map成绩用来把孩子放到algebra one 那所以他比较灵活啊不过呢algebra one和dramatry都是不能跳的就必须是必须上 那所以啊这也说明一件事情哈就比如说孩子在prealgebra呃他如果想要在开学进入到algebra one 那其实是需要你在暑假的时候或者是提前的能够已经知道了这个知识啊 然后来进行一个调整那所以暑假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啊时间点 哎然后我们说一下啊上伯克上伯克五四学习哈我们就快速的过一下他们有个gifted gifted就是map考到95%他是有本校的老师来把这些孩子汇聚起来做一个gifted 啊就是一个gifted的课堂 然后还有一个是magnet他是跟数学进度所相关的magnet他的要求是比较高的他的map还有coget和aq都是要达到啊百分之九十八的 然后这些孩子会被原呃远从原来学校然后去新的学校去另外一个学校组成一个新的班级 然后三四年级一个班五六年级一个班然后这些孩子的track是这样的就是呃三年级学四年级accelerated 就不仅仅是学四年级了可能还涉及到一部分五年级的知识所以整个来说从三年级开始快两年快速啊快两年但是这个总体的人还比较少一些啊但是同样的上伯克在六年级的时候会有分班也是通过五年级的一个考试啊分到 for algebra或者学common core的六年级的math然后也同样的最快是可以在八年级学到去armatory的 然后北交学区我们最后再说一个呃一五学区一五学区呃呃总的来说啊gifted的这一个他的天才班要他只能选出top of two percent 他不是national percentage他是regional就是这个学区中的top two percent所以人数比较少啊但是呢pilentine他可以 因为我学区他可以申请单科的进行加速看maps的成绩 以及end of unit district assessment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三年级 我想要到四年级我需要看maps成绩以及我会测一个四年级的期末考试就是看你是否啊是否ready了就是就是pass四年级 就这样的一个逻辑然后啊他其实也在出装同样的六年级是这样的一个路径然后到七年级啊七年级八年级的option 然后呃我不太确定他具体的人数以及在八年级能够上到geometry具体人数但是呢至少每个初中都是有个geometry的班的那所以至少还是有呃挺大一部分的孩子会在八年级是学到呃geometry的 然后还有一点虽然他其实一个最快的进度是可以在八年级上完algebra two的哦这个是我目前看到呃虽然是一个比较快的一个进度了那但是呢其实prealgebra是不能跳的 就如果大家是要走这一条走这一条路径的话他更需要在前置的呃是需要去一个进行一个安排的确保先上了prealgebra课然后再进行呃algebra one和geometry 对然后呃说完了这个西郊还有北郊的这一些学区我们来看一下啊到了一个cps的应该还有挺多cps的一个家长 那cps市区他是怎么样的呢啊cps其实给四到六年级的孩子他是允许他们申请全科或者单科 来超前一年的啊比如说申请数学超前一年的他的要求是首先就是要保持一个gta 4.0 然后第二个就是啊这个是illinoisassessment什么就是要需要一个呃 exceed这样的一个评级然后他会由学校打分一个iowa acceleration skill 的一个打分然后最后会测一个三十刀三十刀测一个 aptitude exam 然后但是呢最后呃我听说哈cps比较多的决定权还是在校长和老师然后老师来最后 cps 的小学是可以到八年级的一般六到八年级在可能西郊啊北郊一些学区被当文成初中嘛 但是他六到八年级也当成小学所以说呢很多cps 的小学是没有license 的能够教geometry 的老师的也就是说没有license 教学学习老师啊高中是不认的那我知道哪些是没有的呢是 我听我的学生说是没有学生的老师的老师是没有的啊 然后哪里是有的呢我记得是是有的啊 然后啊反而向neighborhood 的一个school就是啊linkon park elementary 他虽然本校没有但是他这一届有七个孩子能够到啊他们的高中来上这个geometry 的课啊所以很建议大家哈 cps 的家长一定要跟学校打电话来确认一下是否有这样的一个 track 因为他不是一个明确的一个啊呃就是有个分班的路径的但是呢大家也不用太担心是哎八年级一定学不到geometry 是因为基本上所有的高中是去的一些高中啊他在进入高中的时候都有一个 placement test 所以孩子如果想在高中想跳过geometry甚至想跳过algebra 2那是可以进行自己的学习然后来参加啊 啊这个高中的geometry 的 test 啊但是这个还是要注意一下尤其是一些小娃的家长啊尤其是进入selective enrollment 的一定要跟学校 double check 一下是否有能够教 geometry 的如果没有的话咱们一定要提前的稍微再规划一下因为尤其是看了可能别的学区咱们都有比较一个明确的一个分班那个路径 啊呃呃但是呢我刚刚说像 skin and loss 他虽然本校没有但是大家知道就每一间差不多都是有啊百分之三分之一的孩子吧 三分之一的孩子能够在七年级是去到那个 academic center啊 academic center 就是呃针对七到八年级孩子然后先去到高中像 whitney young 就大家都知道的 那 whitney young 的他的进度是怎么样的呢对于七年级的孩子那呃所有七年级的孩子都一定会去 algebra 1 啊但是也分成两个 track 比如说是 algebra 1 它是用来上一年呢还是上两年呢啊但是大部分的孩子都是 algebra 1 七年级 geometry 八年级就是我们说的就是一定要达到的这个进度啊但是他的 geometry 其实也分成 accelerated 和 honest accelerated 他会教的更快所以他 accelerated 呃可能会涉及到一些 algebra 2 的一些内容 啊那当然呢他进入到啊 which me young 就是六年级的孩子啊七年级 所以康开学他都会进行一个 placement test 那所以有些孩子呢可能进入博士尼一样第一年就学习了 algebra 2 你跳过了 geometry 也是有的啊然后在八年级就学习 pre calculus 那所以说他的原因也是因为啊他是 house 在高中里嘛 那所以他还是有足够的资源给孩子能来提供啊这样的一个课程能能提供一个更加挑战的课程啊但是如果家长觉得啊就是就是就不够的资源 非得也不是说就是大家所有人都得进这个啊 which me young 否则就学不到了 还是可以通过自己来学习的我会把这个当成一个呃可以看可以看起的一个标准 就是大家的目标应该是能在八年级呃把 geometry 给学完 对啊然后就简单的快速再过一下就是如果是 think 孩子进度 因为很多孩子可能呃今天来听讲做的有些是 think 自己的家长呃就是如果在 think 的话 就是大家自己的分班测其实是完全不用担心的啊如果即使是在我们的小学的 enhancement level 只是校内不涉及竞赛的都是不用担心的啊然后这是一个如果一直跟着啊 think 的体系的话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进度 然后跟大家解释一下啊 advanced 在初中的他其实就是一个校内的一个呃指使能够进入快班的啊 啊然后以及至少能在八年级是能够学完 geometry 的 然后 honors 课程代表的是啊在每一个模块其实都会涉及到一个 amc 的知识点 我们想要把这个 amc 的一个备考然后把它放在平时我们是这样的一个规划 啊对啊那就快速的呃带过一下啊然后啊所以总结一下在这些学区的一个进度就是强烈建议在八年级的时候能够学完啊 geometry 如果学校没有提供这个 track 或者进入到这个 track 非常难那就尽可能的自己进行一个提前的规划 哎然后接下去一个可能比较多的一些疑问哈就首先第一个啊家长可能听完讲座说哎那我要上 ap 那我是不是要尽可能的快我觉得能跳的就跳那其实不是的他还是要有个科学的安排 太大那比如说就是 algebra one 千万不能跳啊他是值得要一定要学一整年的一个内容因为这个是整个中学最最核心的一个课程啊但是 geometry 啊和 algebra two 它是可以加速学的对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哈基本没有学校可以让你跳过 algebra one 这门课的啊然后像 pre algebra啊这些课的话可能看学区他是否能够跳啊那大家可能有的第二个疑问加速学他会不会不扎实呢那其实呢我还 还是像就是从我们开头说的啊我们说的加速学并不是一味的就是赶赶着这个进度而是我们相对于就是就是校内功效的这一个进度来进行一个加速学 而且我可以肯明确的告诉大家就是如果进行前置规划是一定不会牺牲这个深度的而且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呃因为本身 对于大部分孩子来自来孩子来说哈前置规划进入到快 track或者G8学完geometry它真的不难但是又是对孩子来说一个非常至关重要的呃一件事情 那我觉得能在能把握的一个地方我们还是要尽可能的能够去把握然后能抓住呃学区学校给的这个资源 然后第三个大家的疑问可能是那我就是超前学那我是不是能去参加竞赛呢好像竞赛对大家对于竞赛的印象就是说哎我就不断的超前学我这学的特别快学特别快是不是就能参加竞赛呢 我答案就是可以参加竞赛就是原因是因为呃就是amc8和amc10 他本身尤其是amc8他本身很多知识点确实是比较贴合呃咱们的初衷这个体系的呃这些内容的呃但是比如说就是一个八年七八七年级的孩子你学完geometry 呃是不是能去参加amc10呢呃可以就差不多能做对前十题左右这样子呃但是如果想要就是发展一下竞赛的孩子 学习的话还是需要一些呃更加系统性的一些拓展在这些知识点的基础上再进行一个啊拓展啊对那其实这就是大概的大家的会有的一些困惑啊然后对于芝加哥一个呃学区一个整体的分班政策的一个介绍啊所以总结我觉得如果孩子在小低年级就可以到三年级我这个时间我家长还是要看一下孩子学习的这个进度那在这个学习可能至少比较合适的你加速一到一五年你小一 一到一点五年就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很可以handle的然后这个时间也是孩子最好的能够尝试各种趣味竞赛呃的一个就是一个时间段啊然后其实之前也跟家长讨论过就大家不要害怕这个竞赛这个东西尤其是小低年级这时候的竞赛都是一些非常有趣的题目而且我自己认为就是真的有趣的题目它是只有在竞赛中出现的 所以短短的提提一下这个小竞赛哈然后四年级以上呢家长主要特别关注这个分班策尽可能进入到学区的这个快的track 然后把握好啊暑假的时间有兴趣的去参加AMC的竞赛啊那如果说比如说已经七八年级的孩子了啊八年级或者是呃七年级的孩子那说呃好像我已经一直跟着common core跟着学校的进度好像已经慢了那其实那句话就说种一科数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实是现在那我们现在就去做一个诊断测试或者是来看看我们需要啊补读的一些知识点是什么 那其实都是来得及的啊那最后的最后呃非常感谢大家来参加这样的一个讲座所以呃因为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一个分班策或者是五年级升六年级呃这样的一个呃进度的一个规划那所以呃会有一个小小的福利啊其实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哈这一块这两个其实就是比较相关于咱们呃小生初的一个呃一个资料呃他我们有五升六百题练习 测这个是能帮助孩子能够skip到六年级或者是呃能够加进入快班的这样的一个练习测然后有一个几何模块就适合可能现在七年级的孩子或者七年级八年级的孩子来对七年级的孩子吧我八年级去学几何呃的这样的一个资料啊这个是对于小生初的然后呃比较小年龄的孩子我们有两个资料一个是一到四年级我们有一个math can rule 的模考的合集 然后对于可能四到六年级左右的孩子我们有一个amc8的呃练习测的一个合集那所以呃您要这些资料的话就是呃适合年龄您的孩子年龄阶段的资料的话呃你只需要邀请一位好友就进入到就是都可以了呃进入到任何的一个think我们之家各的一个微信群然后您可以私信我就可以去领取这个了啊然后另外大家有任何问题如果想了解孩子现在的一个 啊能力测试或者是一个现在目前的数学能力的话都可以来添加啊我的微信号然后如果对课程感兴趣或者是想了解到我今天没有讲到的学区的话就像一些三六啊二七啊啊三零啊就是你都可以来问我然后我可以来帮助大家来找一下这个资料以及您学区的这样一个分班的一个政策呃那今天的讲座差不多就到这里呃大家记得如果需要资料的话可以邀请一位 好友呃那呃呃大家有任何问题就在就在可以在微信上问我呃好嘞好嘞那今天就差不多是这些呃内容呃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呃呃中间从其他地区呃我今天呃我想想我今天问我问的是哪个学区这个他们学区他都是会应该从别的学区转来都会给placement test然后会看你之前的一个report card看你一个之前的成绩 对他都会有一个placement 对也会看你就是最近的一次map 嗯 好嘞 哦国内转过去啊哦 嗯国内首先我知道他肯定是有placement test的然后可能国际学校他本身就是会有靠呃map的但是如果没有map成绩的话呃这个我确实现在没有了解的非常非常清楚但是我知道203他如果呃国内转过去的话呃是会有一个placement test的但具体可能需要再打电话我再去确认一下嗯嗯嗯因此国际校 嗯嗯嗯可以先记短则按照试还这样不一样嗯 还学的是还学的是什么课程啊 我map 成绩对这个可以跟学校沟通的这个都是可以跟啊学校沟通 都是会给一个颜呃颜就是placement test的从别的学区的过来的话 从从国内过来也是一样 自己考虑吧 对于国内过来这个情况我确实不是很了解 但是我可以去根据孩子自己的情况 然后具体的再去了解一下 就可能需要跟学区沟通 因为这个其实就连国内过来的是在中国体制之下的话 其实跟美国还是挺不一样的 因为中国的他就是几年级几年级 他是把集合啊 代数啊这些模块给打散了 然后来进行教学的 然后在美国这边 他其实就是把他给先学完代数 然后集合然后再代数 就这样的一个顺序 他是分开来学的 其实还是挺不一样的 所以呃这个情况就是对 嗯没问题没问题 好嘞 哦不客气 谢谢大家的参与 你进群可以添加我这里的 扫一下我这里的微信 然后我邀请您进群 嗯 那好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 现在还可以随时问我 嗯 哎那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呃大家可以添加我的微信 我们就微信私聊了 好的好的那像这样 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 拜拜 拜拜